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改编自舞台剧大年初一 黄点忠在当年算是很大牌的导演 联合指导了小花 还有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等先锋之作 新千年后又有笑傲江湖 大秦帝国裂变等爆款剧集 彼时香港的贺岁党搞得风生水起 于是香港万和影视找到了北影场谈合作 谁知竟搞出一部反类型节作 我现在有必要预警一下 过年是华语影坛绝无仅有的奔丧式贺岁片 1991年腊月28上映 跟何家欢喜庆吉利话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剧情鸡飞狗跳 纯纯的给全国人民添赌 90年代改革开放渐入佳境 人民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 可商品大潮冲击下 社会心态却愈加急功近利 物欲横流里很多东西都变了味 过年的格局看似不大 只讲述了东北老成一家 在春节当天发生的事 其乐融融的欢聚成了勾心斗角的战场 导演用十三口人的言谈举止 串联起事态万象 背后是大时代下 传统价值观的尴尬胶着 本片的卡斯阵容那是相当的强 李宝田 葛优 丁家丽都是成名实力派 六老师因八六版西游记家喻户晓 片中却演了个精彩绝伦的窝囊费 老戏古赵立荣一举斩获了东京电影节影后 实现中国女演员A类影节的零突破 当时还有个插曲 北影场完全没有预判到赵立荣浓重 赴日代表团就没有带他 赵老师是从广播里得知了丰厚的消息 还拿着手捧花去机场 配合拍了张照片 假装刚下飞机 片头的几个空镜展现东北冬季民俗 冰雕 窗花 冻鱼 酸菜缸 棉被一样的鹅毛大雪 一切都预示着要过年了 大家留意眼纸表 角色大多没有标注名字 而是用大哥大嫂 大姐大姐夫代替 这些称谓代表着伦理关系 怎么处理关系是中华儒家文明的头等大事 主题曲《罗郭乔》 由如今被玩坏的老艺术家腾格尔现唱 看含着浓浓的土味歌词 公鱼咬住了母鱼的尾 公蛤蟆搂住母蛤蟆的腰 主打一个狂野 这天正值除夕 成老太独自拉着小车去集市办年货 电影在吉林市欢喜乡心灵村拍摄 开机时也正值春节 熙熙攘攘的路人大多由村民客串 镜头一转山头上成大爷登场 他看上去60岁左右年纪 拉了个爬里上面放了些年货礼品 心情不错 童心大发 坐着爬里出流道山脚 成大爷在外打工近一年 踩着年关的尾巴到家 成老太买完了年货 这里虽说是农村 但离城市很近 物质条件上并不穷困 几个后生堵门唱快板送财神 说吉利话讨些赏钱 大过年的主家一般也不会太计较 成老太顺手摸出五块钱 谁知众人都嫌钱少 90年代前后通胀压力很大 连财神爷爷都涨价了 成老太骂骂咧咧给了钱 一转头看到了九位见面的老公 脸上立刻阳光灿烂 近前嘘寒问暖 老两口看来感情不错 除了那辆铜车 可能是买给儿孙背的 成大爷并没有给子女带礼物 提起他们甚至有些咬牙切齿 你挣了多少钱这么开心呐 挣个屁钱 初三咱们老儿子订婚要开单子呢 开呗 家里排最小的那个前面加个老字是东北特色 老儿子就是最小的儿子成勇 开单意为男女订婚 少不了得给彩礼钱 一个个全是讨债鬼 年三十儿 儿女一个没回 也没有提前给信 成大爷心里是又想见又鬼火 成老太准备了一桌子菜 给丈夫接风 还给你存了十瓶人参酒呢 过年的叙事相当精烈 很多情节看似留白 实则嵌在了字缝里 比如成老太突然叫了一声成子 而成大爷回了一声姐 这是两人私下最亲密的称呼 妻子比丈夫大八岁 可以合理推测成老太是旧社会的同养媳 同小与成大爷姐弟相称 等长到了岁数才完婚 顺便提一嘴 现实中李宝田比赵丽荣种种小了十八岁 镜头给到了墙上的全家福 成家共有三男两女五个娃儿 现在只有小儿子成勇在家住 他这会儿正跟女朋友小凤 在城里看包场电影 只要不在家过在哪都行 其他人情况比较复杂 等正式出场了再细说 而女双全除夕夜却门户冷落 成大爷心里不痛快 嘴上却很倔强 不回来拉抖 不回来就不回来 去年回来又咋了 差点没闹出人命来 就咱们俩也能过个热闹年 这句台词非常关键 暗示去年过年时发生过激烈的支起冲突 家庭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 头上一番 成大爷脸上挂着骄傲与得意 从裤腰里一打一打的往外掏人民币 当时的打工人回乡 经常把钱藏在衣服的内衬里以防被偷 全是十元的整钞 码子桌上共有八落 也就是八千块 这笔钱考虑通胀 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三十万吧 片中没有具体交代成大爷打什么工 但不到一年就能攒下8K 除了超级节俭 绝对身上是有技术绝活 从大爷面露微笑 说了一句话 直接把媳妇说懵了 杯与喜同时迸发 赵立荣老师又贡献出教科书籍的演技 都归你 橙子 我没白疼你 你看你 你看你 没钱哭 有钱也哭 老了 我老了 还是你 点着我 可以想象 程老太的辛勤起伏 她肯定见过太多 为了钱 亲人间打得头破血流 儿女大了 指望不上 这八千块 不只是货币 还象征着深情惦念 有你这句话 解决知足了 程老太让丈夫 把钱自己收着 两人点上根羊烟 继续一苦思甜 饭后 街上鞭炮齐鸣 烟花漫天 各家砸碎存钱罐 引得孩子们快乐争抢 程老太的尖周炎又犯了 程大爷帮着拔个火罐 拍摄时 东北的气温零下二十几度 导演怕赵立荣 把火罐吃不消 但赵奶奶坚持不用替身 以至于拍完大病一场 拔完了老两口上街凑热闹 咱也买个花放放 孩子不在 咱自己乐呵 大年初一 太阳唤醒了北方大地 崭新的一年算正式开始了 程老太坐在炕上包饺子 产量足以填饱十张肚皮 心里期盼着孩子今天能回来 旁边抽烟的程大爷冷笑一声 随即对子女们挨个蜡平 一字一句背后都是故事 大小子熊 大丫头囊 二丫头是个胃不熟的白眼狼 她敢偷了户口本 跟个野种的私奔 二小子囊 我说咱们大过年的 就不行说点吉利的 五个子你说你是咋子下的 又不是我带来的 要是早兴计划生育 我把他们一个个都计划 对 那你要是把我给计划了 还就更省心了 说话的当口 二儿子程远与女朋友 郑老家赶 他是家里的学霸 目前攻读研究生 女友田哥是北京的高干子弟 后一回坐雪地马车 兴奋的滋挖乱就 程大爷听到了门口有动静 呦二小子回来了 随一咕噜下炕 二儿子进了院一把抱住了母亲 程大爷脸上绷着 心里也是开心 但看见田哥有些不爽 老二大概跟家里打过招呼 但没有提会带女朋友 二儿子倒是实惠 刚进门就问老爸挣了多少钱 程大爷根一颤 果然这一趟不单纯 田哥进屋后惊呼 这户型面积陈设 哥北京怎么也是个腹部级待遇 老程家硬件确实可以 冰箱沙发采电录音机样样俱全 直到八十年代末 东北都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 共和国长子不是白叫的 加速衰落大约是九三九四年之后的事 田哥生在官员之家 老两口对此比较介意 意思是咱老百姓高攀不起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 你大哥娶了个家里当科长的 天天第三下四抬不起头 这金官家的闺女你能hold住 二儿子不以为意 张嘴跟亲娘撒娇 过完年计划与田哥去沿海考察 全程需要费用自理 话音未落 母亲便开了口头支票 把你爹哄好了没问题 他那里有钱 程大爷听老伴说吧 满脸郁闷 我就知道这小子没憋什么好屁 既然要钱 功夫还是要做到位 两人掏出最新式的按摩垫子 把老两口哄得那叫一个心里美 等气氛到了该说正事 程大爷出口第一句 就把田哥逗乐了 谁给你们保的没啊 我们自己保的 过了年 你们要到海边玩去 不是去玩 我们是去搞社会调查 我没听懂 这是我爸通过他的老战友 给程远安排了寒假 去经济特区考察 我呢去黄山拍点作业 小远去哪些地方 深圳珠海青岛上海 公家给报销不 不 靠父母赞助 我妈妈赞助我一千块钱 伯父 你准备赞助程远多少 程大爷一言不发 下抗便走 你看我这把老骨头 哪个零件值一千块 就卸了去当了吧 他的郁闷主要有两点 一是儿子找对象 没有按传统流程来 所谓无眉不成婚 岂有此理 二是血缘亲情 成了金钱的筹码 我可以给你 但不是以这种赤裸的方式 二字首战失利 镜头暂时转到大姐成容 与大姐夫丁图 葛大爷这脑瓜这假发 不用半句台词 人物性格呼之欲出 丁图是某国营企业的保卫科干部 平时打扮浮夸 喜欢拈花惹草 大姐老是芭蕉 忍气吞声 这一趟说是给丈人岳母拜年 其实是想要钱炒股票 他俩看起来夫妻关系并不和谐 丁图倒说的干脆 把一切不愉快都留在90年 OK 另外饰演大姐的王丽云 有一个女儿名叫车小 许多年后 在《非诚勿扰》里 是葛大爷的相亲对象 落完了磕 众人上街看央格高桥队 承大爷眼尖 看到了大孙子闹闹 立刻大喜过望 大儿子成志这个角色 本来选的是牛群 但最终导演黄剑忠 力主给了气质儒雅的六小灵童 没错 这是导演的原话 大师兄除了斩妖除魔 还有温润如玉的一面 这场戏表现得很微妙 大儿子是个与世无争 爱岗敬业的中学化学老师 在家极度怕老婆 大媳妇王梅 何东失吼 动不动对丈夫拳脚相加 甚至禁止闹闹回爷爷家过年 年轻的丁家丽老师 堪称汉妇专业户 这不正在远处密切丁梢 老两口对此心知肚明 咱尽量不起正面冲突 可竟然碰上了 怎么能直接把儿子抢走 闹闹钟情与爷爷 买的小单车不可自拔 大媳妇只能临时买点礼品 尴尬拜年 言谈中说及去年的家庭聚会冲突 有此推断 很可能是大媳妇挑事 对于这个窝囊废儿子 成大爷是又爱又恨 另一边 大姐夫叫了辆车回村 路上遇到了成员与田哥 立刻被田哥的美貌气质吸引 下车拽着手硬邦邦尬聊 可大爷不愧是你 上车后大姐夫还恋恋不舍的挥手 姑娘小伙瞬间笑作一团 估计也是明白她的为人 院子里大媳妇王梅正陪婆婆干活 话里话外 检讨自己性子太冲 去年发飙 纯属没控制住 咱就当个屁 把她给放了吧 成老太倒是挺好说话 家人没有隔夜愁 你们小两口过得好咋都行 大儿子从小念吧老实 以后别总欺负她 这可让王梅抓住了画瓣 我家里帮忙一通运作 让她当上了教育局长 可干了不到一个月 主动撂挑子辞职 继续活跃在教学一线 你说有这种傻貌吗 正说着大姐成荣 与大姐夫丁图姗姗来迟 此处交代一下 传言年龄算 六老师扮演的成远最大 长女成荣总排行老二 王梅迎上去一通闹 并一眼看出大姐有喜了 但她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孩子正是大姐家的最大隐患 此前怀了好几次 都习惯性流产 丁图表示对此已经习惯了 这次又又又中招了 成老太心疼女儿的身体 主妇下次怀上 立刻回家住我负责照顾 还是大媳妇了解丁图的奏性 没孩子才不耽误 你在外边耍呗 还是小人最了解小人 我说丁图员 你这整天跟小丫头一起混 你倒是显年轻的 我这活儿 好汉都不稀罕 赖汉玩不顾 吹打唐拿唱 打球再找相 哎呦妈呀 你干大事还有肉啊 发下作为也风流 少人别动 跟你说吧 你那点事啊 我全知道 嫂子 说这话可要不得 丁图早就想好了一套说辞 唐色丈母娘 顺便提起借钱买股票的事 公司股份值改革 名额可难抢了 我好不容易认购了1000股 同样需要家里强力赞助 大姐夫和二儿子都出招了 王梅在隔壁 听的那叫一个气 进屋披头盖脸 把正看书的丈夫一通喷 我怎么嫁了你这号我能费 小儿子程勇和女友小凤 在城里看完了通宵夜场 胡着眼打车回家 一晚上刷了七部电影 我这个影视up主自愧不如 进门简单拜了个年 拉着小凤进屋补教 小儿子老大不小了 也没有正经工作 就在家里专职啃老 程老太一听 还没结婚就同房 坚决不同意 不同意也没用 你要顺一下 让大哥顾顺 妈 出差小份家的来人 定亲开单了 那那那也不行 不脱衣裳还不成吗 那不不不行 那还不成 妈 你累不累呀 不是孩子 我没事妈 出来 太天难 妈 小总 妈 过一会儿 常大爷带着孙子闹闹 滑冰归来 一天小儿子和女友同屋睡 顿时火冒三丈 王八犊子你给我滚出来 气得小凤被地里暗骂老封建 此时家里乌乌泱泱 挤了十一口人 独缺二女儿程平还没有露面 骂完了小儿子 老太把丈夫叫进屋 方才大女儿带话 说成平与丈夫大川要回家拜年 说话就到 你管理一下表情 别跟仇人似的 二女儿成平 可说是成大爷心里的伤疤 多年前爱上了架子公前大川 大川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是老成眼里的野种 我坚决反对这门亲事 可二女儿生性倔强 干脆脱了户口部 跟大川去民众局注册 根本不理什么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从此就再也没回过家 这事一直是成家老两口的心结 多年过去 再加上听说二丫头已怀孕 心态自然软化了一些 沉默片刻 招大女婿丁图进来打探消息 丁图与大川同属国营建筑公司 不过关系看来不打地 最近公司生意红火 大川作为模范工人 频繁生殖加薪 有时还带工友兄弟接私活 家里盖了栋小楼 各种高档电器予取予求 然而在丁图的嘴里 大川一无是处 说他升值水分大 全靠暗箱操作 架子工没啥技术含量 全品敢拼命 成品指不定哪天就得手剐 根据内部消息 保卫科还掌握了大川的犯罪黑料 年后说不定就要逮捕了 一通诈唬把老太太吓得够呛 可镜头一转 大川的形象却非常正面 高大挺拔 一脸正气 今年业绩飘红 施工队每个人都买了摩托车 回家时 工友们自发送行 排面那叫一个足 看得出都对大川的领导才能 非常服气 王梅在院子里收拾洞鱼 闲吃萝卜但操心 问丁图 你说大川如果被抓了 那他家的楼房电器都归谁呢 屋外各个心怀鬼胎 大哥成志 却在里屋安静的看书 仿佛一切与我无挂 母亲帮儿子拽白头发 娶了王梅这好人物 日子能有个好 刘老师真的是有当儒雅小生的潜质 这几下演得非常传神 大志 你就这么过日子 心里头不堵的话 不堵 不憋气 真不 妈 我挺好的 大志 你就听妈一句话 你等过了年啊 你就去当那个局长去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媳妇娘家爹不是科长吗 你要是当了局长 不是局长比科长大吗 那往后他就不敢欺负你 妈 人生在世 难得心境幽远 妈 您好好过年吧 与此同时 王梅也在客厅里跟成荣 落贫窝纳老公 结婚八年了 从没见过他发脾气 有段时间 甚至希望老公家暴 揍自己一顿 故意挑事 扇了他两个耳光 谁这人家唾面自干 忍了 一番话没心没肺 却精准的命中了成荣的伤心事 王梅这才发现 他用刘海遮住了伤口 明白了一准是钉土打的 贼安慰说 男人不患 女人不爱 整个一心持神网 我想爱打还落不着呢 正说着 二儿子进屋 正式见过大嫂 王梅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 看田哥漂亮 家世又好 上来一把抱住 这女儿长得可真准 你俩越看越有夫妻像 二儿子把老妈请出门 你看那是谁 多年过去 怨恨早已让位给思念 老太抱住二丫头 气不成声 大川石去的站在一边 该说话时 大方利落 完全不像个犯罪嫌疑犯 一家子除了钉土 没有不满意的 程大爷的态度最难拿捏 闹闹先打了个头炮 跑进门吆喝着二姑回来了 在孙的面前 老程不好发作 转过头 二女儿进门认错 还是那句话 大过年的 该过去的就过去吧 爸 大川就在门外呢 以前的事 您就都怨我 可您总得见一面呀 我们一爹妈这么近 平时不让回来 可今天大过年的 他爹 那你还真让我给你磕一个 今天可是大年初一呀 爸 程大爷的严妇人设包袱有点重 台阶下得比较艰难 说到底终归是亲人 老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终于初步接纳了大川 小儿子出门放灭炮 一家人对着相机拍了张全家福 空气中可算有了些快乐的过年氛围 拍照前还有一个小插曲 丁图溜进屋 主动找小凤搭讪递东西 被小凤三两下嫌弃拒绝 一切被大媳妇王梅看在了眼里 自此成家十三口人全部落位 角色众多不好记 我再给您简单盘一下 老程和老太共生了五个子女 按年龄牌 依次是大儿子成智 大女儿成荣 二女儿成平 二儿子成远和小儿子成勇 大儿子是化学老师 成天被媳妇王梅欺负 大女儿性格内向 总习惯性流产 大姐夫丁图是个斯文败类伪君子 二女儿与丈夫大川私定终身 成家立业 回来与父母和解 二儿子成远正读研究生 女友田哥是高干子弟 小儿子成勇 游手好闲 和女友小凤很快要订婚 对了 还有个很闹腾的大孙子 闹闹 大川和二女儿时隔多年 正式回归 给家里每口人都置办了礼物 妈妈穿皮草 爸爸喝茅台 全家上下乐得合不拢嘴 长大爷见姑爷如此爽利 也很开心 但刚才丁图告黑状 免不了心里没底 直接小窗拷问大川 这钱不会来路不正吗 大川倒是说的坦荡 咱深圳不怕影子鞋 工资每个月一千多 冬季农贤期 带着工友们搞室内装修 这一点恰恰是老程最不放心的 国营厂职工干私活 不犯机会吗 冬天你干什么 我的工程队 转向搞室内装修 国营职工这么干不犯毛病 我凭力气挣钱 犯什么毛病 别看现在不犯病 政策一变就有命 你琢磨琢磨 这声力气 不用也攒不下 干总比不干强嘛 程大爷经历过太多政策一变 行业完蛋的事 九十年代初 邓公还没有难寻 政策确实存在变数 不过老程的内心 是认可大川的 勤劳务实 放到什么时候都是美德 这时大姐成荣果断助攻 说公司领导特别赏识大川 还让他上台做致富经验报告 绝对的虔诚无量 再加上丁图对质使 贼头贼脑支支吾吾 成大爷心里有数了 掏出烟给大川一根点上 这是男人之间互相接纳的强信号 你多大岁数啊 三十二了 比二平大八岁 你妈比我大八岁 好好过日子 当众造谣 丁图面子上挂不住 到院里跟丈母娘拼命找补 总之大川的话不能全信 这年头谁不往自个儿脸上贴金呢 老太太心里 明镜一般 拿出一筐子年货 让丁图给自己家送去 跟亲家卫生好 麻溜回来吃团圆饭 大川独自在院里劈柴 引得屋里的女眷们纷纷围观 高大壮士 充满男性魅力 还能挣钱 这是放在婚恋市场上 绝对的优质男嘉宾 没会儿丁图送完年货回来 与大川狭路相逢 面对抹黑 大川正面阴刚 话里话外 提到前不久 丁图进过派出所 估计八成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 如今咱也算一家人 再敢有什么不三不四 小心我废了你 那边厨房里 大媳妇又坐腰 刷碗时 看上了婆婆手上的金戒指 橙色这么好的金溜子 现在可不做见咯 邻里暗里想撸下来拿回去带 吃相知难看 连小儿子和小凤都觉得恶心 老太太也不傻 这太极打的绝对是省级水准 四十多年了 就都沽到肉里头了 那好吧 抹点肥皂就能撸下来了 抹过 就就闹红卫兵那年 说这是四旧 搁豆油 搁肥皂 就这么撸啊 就往下撸啊 那也下不来 就掌声了 就跟你掌声似的 鼓声了 我来试试 这番话让二女儿听见 为维护家庭和谐 偷偷嘱咐大川上街买个金戒指 等875块的戒指一到 大扫勒的合不拢嘴 便说着不合适 便往指头上套 业务极其熟练 随后大川去厨房帮忙 老太太对这个新姑爷 一万个满意 踏实顾家还会来事 找到你是咱二丫头的福气 大川自小父母双亡 对这种大家庭的气氛很向往 能跟小平结婚 应该是我的福分 成老太听爸眉头一皱 大有大的难处 瞧见衣柜上的破镜子嘛 这就是去年你大嫂整的幺蛾子 今年只要能和气平安 俺就知足了 转眼天色已沉 炕上架起圆桌 屋内张灯结彩 十三口人齐聚一堂 闹闹叔叔拜拜们挨个磕头 讨压岁钱 还是大川最爽气 给了张四个人头的 小叔给买了套地主服扮上 好些年没有如此盛景 老两口打心眼里高兴 团圆晚饭正式开始 大家举杯同庆 小儿子提议 老爷子先说两句定定调子 成大爷苦笑一声 面子上是一家之主 但现在我能领导谁啊 传统中国家庭的规矩 是结婚后子女自立门户担过 对于权力的失控 成大爷是无奈的 话里带着三分埋怨 七分自嘲 大儿子成志见苗头不对 主动提出领一杯 只要父母身体健康 咱当子女的就开心了 小儿子提议 让新来的大川说两句 大川说的实诚 自小没爹没妈 以后年二老就是我的父母 其实成大爷倒并不是 想控制子女 只是需要一些态度尊重 按现在的时髦话 叫情绪价值 所以对大川的话相当触动 以前有对不住的地方 这杯酒之后 咱就翻篇了 下面小儿子成勇 也站起来表态 我跟小凤准备明年完婚 而且结婚后不分家 以后孝敬父母的事 就交给我们了 南方我不太清楚 北方大家庭 通常会有类似的规矩 最小的儿子 负责照顾父母的晚年 其他哥哥姐姐 按时出赡养费 等老两口百年之后 小儿子可以分多一些的遗产 当然各家情况与出入 大致的思路差不多 这是千百年传统社会 总结出的家庭抗风险模式 并非尽善尽美 但总体是可行的 气氛到目前为止 还比较和谐 但小儿子话风一转 搅动出一场风暴 大家该吃吃 该喝喝 我这话还长着 大家知道亚运会 是怎么召开的吧 那是靠全国人民的 知识和募捐 我跟小份的婚事呢 也得靠全家人的 知识和募捐 所以我跟小份 就感知了一个募捐香 并且已经收到了 二姐跟二姐夫的 第一份赞助 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希望在座的 大家踊跃的往这 吃啥啥不剩 干啥啥不行 有点歪才 还都用到这上了 考前曲线拉到了天安门 着实有些离谱 现场气氛 立刻陷入尴尬 根本没人搭茬 大媳妇王梅 插个话题 主动进大川一杯 希望妹夫呢 在经济困难的时候 多帮衬 总结一下 就是要钱必须给 老成看在眼里 一肚子火 二儿子成员 又跳出来添堵 老爸资金有限 说晚了 可就没蛋糕了 爸 我跟天哥 我们俩敬您一杯 有啥名堂没有 有 我就要毕业 自食其力了 所以 我以未来第六家的信誉 向您展戒一千块钱 展戒 谢谢啊 是展戒 我没钱 爸 谁不知道你咋了 有钱也不借 你们平平这个礼 哪有儿子管爸借钱的 哪有啊 大川看情况不对 霍西尼 借总比直接药要强点 这个情节非常值得品杂 儿子对爹 是直接药好呢 还是借好呢 在旁观者眼光看来 借更加含蓄有礼貌 但在成大爷看来 得恰恰相反 药起码还有种 理直气壮的亲情在 你是我爹 高低得管我 而借 象征着距离身份 再说当爹的 怎么可能让儿子还钱呢 最后还不是等于给 这等于让成大爷 陷入了伦理困境 把家过成了钱庄 这是他万万无法接受的 儿子反而得了个 通勤达理的名声 岂有此理 二儿子被怼了之后 心里不爽 只说哪怕要饭 也要去沿海考察 老太打圆场 你爸攒钱 也是为了给你娶媳妇用 可二儿子并不领情 一番扫射 弟弟中枪 既然已经撕破脸了 那咱就翻翻老账本 谁也别装什么白莲花 男子汉 先立业后成家 知道不 你现在连个安身立命的工作 都不想找 将来想干啥 少在这扯蛋 我对你够意思了 当初你为了上大军 为了咱爸的接班纸票 要我今天不至于这么惨 你把大牛的命给我 我咱们比你还要 这段前情恩怨比莫非常少 猜测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当年家里不富裕 只能供养一个大学生 小儿子成勇 一定程度当了牺牲品 现在的吊儿郎当不务正业 含着一股怨气 把索取当成一种补偿 下面女婿钉图 又发动了妮儿坏攻势 说两位弟弟的事都很重要 顺势把球踢给了大川 你不是有钱吗 大川当然想在岳父面前 树立良好形象 果断表态 弟弟们的结婚考察我全包了 不要为了钱伤了亲情和气 程大爷一直冷眼静观 看子女们表演完毕 提出去厨房烧个菜 一道在做各位真正想吃的菜 没一会儿的功夫 菜装盘上桌 众人哑然 果然是一道好菜 都愣着干什么 不都等这道菜吗 气氛降至冰点 万幸院门口有动静 转移了注意力 来人是个老太太 点名要见丁同志 不用问肯定是丁图 一见丁图 老太太扑通下跪要求 您行行好 饶了我家姑娘吧 我请让大女儿出去看看情况 大姐看来是认识老太太 原来她就是丁图出轨对象的亲娘 大妈 他们俩不是早就断了吗 哎呀 断啥呀 这不 刚才 她拎着这兰的东西 给我们家送去了 说是 说是给我闺女不养身体 你看 哎 可大爷不愧渣男借的战斗机 刚才丈母娘给了筐年货 让她去孝敬自己的亲爹娘 人家出门左拐 却给小前人送了去 看来是铁了心要再续前缘 成容听爸 飙着泪跑回屋 母亲过来安慰 才知道女儿如此之苦 屋外小儿子为了给大姐出气 与丁图在雪地上扭作一团 小凤看到了非但不劝 还主动叫好加入 打死你个银贼渣男 这场打戏不简单啊 无限接近生活原貌 哪有什么飞天遁地 妖马合一 普通人的家家 就是这么狼狈 且毫无观赏性 我愿意称之为 最强现实主义动作戏 众人好歹给落开 丁图站起来阵阵有词 谁让你家大女儿 不解风情 像一块木头装子 没离婚 也是人之意尽 说着还挺委屈 这时小凤站出来补兜 自己什么逼样 自己不清楚吗 我跟大荣结婚四年 根本不懂爱情 木头 你们倒不许问他 不说了 我实在是坚持不住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 他说要给我们排练节目 这么够人家小姑娘 老对人动手动脚的 你还想用你的臭嘴啃我 吓得我半个月都没睡好觉 流氓 干啥呀 兔子 干啥呀 兔子兔子 就是兔子 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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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眼看要失控 成大爷出门评判 帮丁图捡起了外套地上 比起女婿劈腿 他似乎对家丑外扬更介意 有啥事不能家里说吗 丁图一言不发直接溜后 屋里大姐向母亲哭诉 道出真相 丈夫出轨还并不是他最伤心的 而是孩子 什么习惯性流产只是托词 每回怀孕 都是丁图逼着媳妇做人工流产 不要孩子才能潇洒的找小三 大姐这次学乖了 瞒着没有做人流 肚子里的孩子还在 正说着大儿子成志 醉醺醺的摇进来 触紧生情一通感慨 不知是安慰妹妹 还是夫子自盗 注意接下来母亲 说了一段话充满玄机 俺也是过来人都懂 这人啊 要是太老实了 就容易受伤害 你爹 年轻的时候 也活不那么一阵子 老了 孩子都大了 就过去了 这段戏可太有词了 张玲老师说话时 眼神出于失焦状态 迷蒙间仿佛浑穿到了过去 火锅一阵 暗示成大爷年轻时 也曾拈花惹草 欢场里跑马 但为了家庭的表面和谐 程老太选择隐忍 大姐穿上外套 逃命一般 挣脱了家人的虚寒问暖 消失在北方的茫茫夜色中 不一样的年代 同样的困境 现在轮到大女儿了 她会如何抉择 片中没有明确交代 回家后 是跟丁途彻底闹翻离婚 还是忍气吞声 等待时间 将生活彻底磨平 大哥程志又掉队了 在饭桌前 一人饮酒醉 醉瓶吹茅台 可是破天荒的头一周 媳妇王没进来 找那八千块钱 怎么一转眼不见了 不会让哪家偷摸顺走了吧 这句话 犹如一团火星子 点让老大压抑多年的怒火 兔子节雷也咬人 你不是希望我家暴吗 满足你 你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要钱啊 哎呀妈呀出人了啊 大哥怎么了 你把金钮子还给大川 你还给大川 你吃痛了你呀 这我要是大人养汗的 他把你切死 下面是家庭内部掐架的常规流程 呼天抢地摔盆砸碗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小儿子还嫌不够乱 字字句句天柴家伙 有本事你就砸呗 大衣柜镜子上的裂痕 就是你去年摔的 今年再补一刀也无妨 砸 没点镜 对 哪有镜子 去年你砸的镜子还没砸 再打一点 再打一次 对 打 打 打 你说大衣柜招谁惹谁了 真是 八千块钱去哪了 导演没有交代 都忙着瞎架 估计是程大爷收起来了 程老太看着满地 稀碎的团圆犯不知所措 甚至没想起来要收拾 大川和二闺女 拿着扫帚波及进来 刚要扫 被程老太制止 可使不得 一扫财就扫没了 程大爷默默地走进雪地 内心的绝望 也许比这冬天还要寒冷 内战结束 第二天大地恢复了平静安详 仿佛一切不曾发生过 程家老两口收拾行李 打了辆马车滴滴 忙活了大半辈子 都是为儿女操劳 咱也为自己活一把 什么沈阳北京 想去哪玩去哪玩 走你 这道开头我为什么说过年是奔丧式的贺岁片了吧 这样真实到有些血淋淋的贺岁片以后大概率不会再有 无需审核剪刀出手 光是制片公司内部立项应该都通不过 大过年的反显什么人性阴暗面 纯纯的给观众添堵 过年如果不是春节期间上映 应该算一部内核极其严肃的家庭电影 原剧采用了一些戏剧手法 让成员间的矛盾集中爆发 东北老成一家自然来自艺术虚构 但其中的每个鲜活角色 都能在现实中国家庭里多多少少找到替身映射 我就是生在北方的一个大家庭里 人丁数量跟片中差不多 所以格外感同身受 出入白白大姑大姨之间 多数时候能够互相扶持体谅 但各小家之间免不了会磕磕碰碰 试问谁家没有点讲不清道不明的破事呢 这就是真实的生活 过年里的成大爷 像我一种心照不宣的父子子孝 然而市场大潮洗礼下的新一代 则习惯于将亲情换算成利益 问题在于亲情很难量化等价交换 市场法则适应于陌生人契约社会 闯入家庭关系肯定会产生排异反应 这类矛盾放到现代都市同样适用 亲兄弟名算账是现代人的口头禅 但家庭矛盾由此就消失了吗 当然没有 因为亲情账往往用算盘算不清楚 身处亲情之和 没法事事尽未分明 你可能要问 既然大家庭矛盾重重 那干脆不用维持虚假繁荣 各家单过老死不相往来行不行呢 关于这一点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百多年前就研究探讨过 提出了社会原子化概念 人与人 小家庭与小家庭之间 用利益为核心 代替传统的血缘亲情纽带重组关系 但这样又会带来新的问题 人既疏离 社会纽带松弛 道德水准下降 人们互相都把对方当成利益工具 这样的社会似乎也没好不到哪去 那么能不能既保持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默默 又能界限清晰各取所需呢 我只能说此事古难全 身在其中只能尽量平衡 没有一招先 片中外出旅游的老两口真的从此不再关心子女了吗 闹得鸡飞狗跳的子女们再也不回家了吗 我看未必 亲情固然有让人郁闷的时刻 但也是人的基本精神需求之一 尤其对咱中国人来说 虽然片子的内容有点闹心 过年回家总体上是温暖的代名词 好了电影就聊了这 这是农历新年前的最后一期节目 俺也要准备过年了 再次祝同学们龙年快乐 万事不可能如意 能如意一半就值得开心 咱明年接着落 如果觉得这期做的还行 就转评赞随便给一个 三连我也不介意 您的鼓励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比心 现在是掉粉时间 关注电影对TOP的微信公众号 会有更多精彩内容 多了视频节目 还会每周分享运线新片 海报壁纸 天一冷知识 与经典家片推荐 还时不时 慌张走版聊一聊音乐 不吐槽也不吐舌 安静的看看电影 品品生活